公元前307年 秦国国内发生严重内乱 就在这个时 东方六国开始合纵抗秦 声势最大的一次 是东方六国杀血为盟 数十万大军 直闭秦国的东大门韩国关 或不担心 秦国西北部的宿敌义屈荣 趁势东沁 形成对秦国的夹击之势 一时间 秦国陷入严重的内忧外患 岌岌可危 宣太后 就是这时出现在秦国的一位女性政治家 她审视多事 几乎以一己之力 帮助秦国度过危急时刻 然而在史书中 对宣太后的记载却只有寥寥书语 有人说她淫乱放荡 也有人说她冷血无情 历史的事实是 她作为一名楚国女子 把儿子推上秦王宝座 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太后 实际统治永无飘患的秦国人 长达四十一年 这是一位怎样的女人呢 2004年 在亲临北路的最高黄土太原神河园上发现了一座大型陵园遗址 以至内惊现一座带四个胁迫木道的亚字形大墓 墓道 东西总长约一百三十五米 南北总宽约一百一十米 墓室十米简放 内有三层棺谷 国室四壁 永方墓堆住 似乎是恍常体凑 十二座长条形陪葬坑 奋布在木道旁 佩葬坑中 清理处安车一辆 顽马骨架六具 应属所谓天子驾六的规格 坑内出土有青铜管 错金银 银 脚 骨质等 高等级车马器 数十件 据陪葬坑总长度三十余米的规模推测 其内可能共陪葬有五六套车马 发掘结果表明 大墓 陪葬坑均经早期倒扰 并被神秘的分毁 即便如此 仍出土各类珍贵文物尽千件 包括青铜器 金银器 铁器 玉器 珍珠 玻璃料器 以及麻织品 机器等 其中 一玉器 金银器 数量居多 这些文物 工艺精湛 文士华美 规格极高 看这些文物 佩nant 台湾 陪葬坑 出土又留藝马架的马舍 过去都是 千斯加流 就相当千斯 才能使用这样的可以 另外就在墓里面和陪葬坑里出了续多精气玉气和银气 还有铜器一些非常重要的精美的文物 从这个灵园的规模和墓葬的四条墓道 以及六驾马车的陪葬坑 还有这大量的精气玉气和铜器这样终于文物 显示了这个是一个王宫级别的这么一个身份的人的墓葬 陪葬墓内还清理出了大量碱形湖 它们的用途可能是成装酒水或者粮食 在一个碱形湖的湖口侧面可有丝关粮子 四官 秦汉时期是专为皇后皇太后太子服务的机构 墓葬内还出土大量的石青残品 这件石青上可有北宫岳父四个字 北宫是皇后和太后居住的地方 这些文字对于仁静身份是很重要的 它可能显示它是和女性有关系 它表明卡的墓主人可能就是在战国晚期 一位皇后或者太后一样的重要人物 实际秦本纪记载 赵王母米氏好宣太后 王母于是实意为称 说的是中国古代的太后这一称谓 始于宣太后后事一直沿用 那么深河园的墓主人就是宣太后吗 史记秦本纪同时也有记载 秦昭王三十九年太后宫 葬直扬离山 他的儿子秦昭王用最高的帝王之礼 给他殉葬了一大匹兵马俑 直到今天 史学界还有人在猜测 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 秦氏皇陵兵马俑的真正主人 也许是宣太后 提出这个猜测的是学者陈景元 研究了五十年秦氏皇陵的他 认为宣太后在秦国统治的四十一年之久 完全有条件有资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